今天介紹一下UAV UAV這個指示其實就是飛行一個很好的用具 你看到第一版進入了之後 它就已經告訴你天氣 還有有二、四、六、八、十、十二個項目 你是可以夠用的 我們不是一些業餘玩家 職業我也不知道它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但是我說說我們用的東西 你看到現在很奇怪 人造衛星是多了很多的 一會兒我會詳細解釋人造衛星的問題 第一項很簡單 天氣現在下雨的天氣 幾個公仔下雨還是不下雨 大家就很清楚知道太陽 這個看得到很簡單 你看到現在是多不多運 由這一邊由左至右上面的一欄 第二欄呢 黃色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就是一個日出日落的時間 如果你拍日出 你一定要看著這個 在日出時間或者之前 或者是你要看清楚的時間 要不然你去哪個國家玩 有不同國家拍的日期又不同的 這個日出 那你就要看著 要不然你飛光去電 它剛剛日出拍不到 你就會多可 另外就是日落時間 你去到7點的 那怎麼會有日落呢 對不對 那你就要看著這個時間 早一點去拍 準備 電前的續航力 你要記住這個東西 很簡單 第三就是溫度 裡面有攝氏和華視 我們用攝氏 那F即是華視多少 我們用攝氏23度 香港我講一下 其他國家不同 可能美國有些不同 那你說降雨的機率 剛才呢 香港應該有23% 但是它 暈了覆蓋99了已經 越來越多了 那這一樣東西 就剛才是23 但是我不知道 為什麼它突然變回0 那這句呢 那你見到天陰暗 見到日落雲 你就要小心一點 那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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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雨的指數是一個比例來的 剛才有20幾的 那一時時而已 可能它感覺到 那個監測器 見到是 原來一刻雲來到 那就有20幾 40幾 下雨就肯定有 這個數 現在是未下雨就未必有 到的地方不同 那能見到是多少公里 我們計算多少 全部計算多少公里 不是海里的 那我們計算公里 那如果你轉海里 你看到海里也可以的 如果你轉回Miles 這裡 你可以轉回Miles 那就是 十海里 是不是 十英里 海里還是英里 我不知道Miles 英里 英里應該不是海里 是不是 那大家就知道 看清楚 我們多數是公里的 OK 那每 就是幾公里 能見到16公里 你只可以看得到 你只可以看得到 只舉個例 是看得多遠呢 就是由 由 是 大澳門的艇 看出去 看出去外面的島 那都 那裏就是5.5公里 你都看得到 再遠一點 去到北那洲 南那洲 近那個北那洲 去到幾乎 六點幾公里 你大約 你都可能 都會看得到的 六公里 但是它告訴你能見度是16公里的 這就是視乎你的能力 第二個最重要的是左下角 這個就是風速 現在平均風速是3咪每一秒 每一秒就是為何要計算咪 所以不計算幾公里 因為我說了很久 你回來回航的時候 是遇到幾顆風 是幾顆咪風 和你的時間化成秒鐘 電力飛行的時間 按照一個例子 每一秒飛到10咪 而Mini 2 如果1分鐘60秒 就飛到600咪 那你化出來很容易計算到回航時間 緊急的時候很容易理解到 如果用公里就糟糕了 22公里怎麼化回去呢 這就是你要記住這件事 這是重要的 大家要記住這件事 另外就說 會有個什麼呢 會有個是 那陣風 陣風就最重要的了 陣風就說 我遇到陣風 飛機突然回不來 第一集 這就是陣風影響 這個陣風 都是幾公里 我都是看陣風而已 如果陣風是可以的 9秒多 怎麼會叫做 不行呢 那你這裏可以接的 假設你說去到15 陣風 我都頂得住的 但我不行 我做到5 我做到10 可能是7咪 我頂不住它是紅色 告訴你 不飛行可以的 現在正常的 我做到10咪 10咪 每秒10咪 每秒10咪 那OK 那是正常飛行的 那這個陀螺儀 一定要 你這部機要的陀螺儀 它一定要 這個藍色燈 指南針 一定要會轉的 沒有就不要用這部機了 OK 那記緊要這個東西 可以看到風向 風吹出來的風向 不是你的指南 這個戰咪 不是指南指北 這個戰咪 其實是風從哪裏來 而且大概是東南風吹過來 南風又緩和很多 東南風也緩和的 但是北 去到E 去到東風 就很強的 去到北風 N也是很強的 那大家就要記住 這個東西 如果指南那些地方 就緩和很多 那另外就是 可見人造衛星 為何有四十多顆 第一個問題 這裡 我先說KP值 KP 如果你說跟人造衛星 是有關聯的 那我一會兒 我進入了人造衛星設定 我按了這一欄 最底裏 下面我們沒有開過的 那裏面有GPS 有HONESS 有HONESS 有GPS 就是美國的人造衛星 第一欄 第二欄 就是HONESS 這個就是俄羅斯 現在前蘇聯的人造衛星 就是軍民兩用的全部人造衛星 那加里略的人造衛星 這個是歐洲的一個人造衛星 那還有一個筆斗 最後加了筆斗 如果我關了筆斗 現在只有23顆 如果你的機器有筆斗 你會穿筆斗 那你看清楚 原來總共有四十幾顆 現在收出來 Mini 2收出來 Mini 3收出來 是有32顆 那有些人造衛星是未上到 可以逐個選擇 現在收什麼衛星 原來筆斗是最準 最多筆斗 我先看看 筆斗其實只有17顆 我們可以定義到 究竟是有多少顆 如果你說筆斗和HONESS 兩個系統 最多收到25顆 如果是三個系統的GPS 就32顆 那跟我們現在很正常 收到32顆 正常33顆 差一顆收不到 可能有些位置上的問題 這個東西可以設定 我正常設定這個 KP值 如果大於某個值 舉個例子 KP值 會有個什麼問題呢 如果你說 KP我可以定義為4 或者8 或者這些是什麼來的呢 如果4 它高於現在的KP值 它就告訴你 現在是不適合飛行的 現在4 改到3 現在它就告訴你 它不行 飛行有危險 這就是為什麼呢 這個如果越大到7 8 以上 6 它都會影響到 人物衛星的接收 現在很低 它就沒有影響到人物衛星 那我設定正常 我設定5 就基本上 就可以了 事情就是這麼多 多謝這麼多星來到這裡 有什麼不明白 大家再研究一下今晚 拜拜 拜拜